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在中国湖南省安化县的常乐村 有这样一位神人 他精通祖传招蛇术 不但能与蛇神菩萨沟通 而且还能闭眼念咒 坐地画圈 因毒蛇救人性命 这件事惊呆了无数人 就连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都慕名而来 想要一探究竟 其实就连小编 在刚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 也认为这只不过是 地方上的米辛思想作祟 但这件事 后来真的由电视台报道了出来 又引人浮想联片 那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本以为这件事 只是村民们杜撰出来的记者们 在刚进入常乐村的时候 就碰巧遇上了一位村民 在上山砍柴时 不幸被毒蛇咬伤 在被抬回村子的时候 人已经昏迷了 这时只见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 烧了几炷香 闭眼念咒 自称招来了蛇神菩萨的使者 在蛇神菩萨的允许下 竟真的招来了咬人的毒蛇 把村民的命给救了回来 而这位其貌不扬的中年人 正是我们的主人公李夏初 李夏初是湖南省安华县 常乐村的一个村民 他今年72岁 一辈子无儿无女 是个无保护 他在常乐村 是个神仙般的人物 男女老少见了 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 夏初公 为什么呢 不是因为他辈分大 也不是因为他地位有多高 正是因为他有一个神奇的绝活 招蛇术 他不但能与蛇王菩萨沟通 还能招来毒蛇救人性命 常乐村地处大山深处 一年四季气候温暖 只被冒上 在这样的地方蛇特别多 而且还都是毒蛇 蛇多 人被蛇咬的事情自然也多 按理说 被毒蛇咬了 得赶紧送到医院 注射抗蛇毒血清才对 如果稍微耽搁一下 人就没救了 但是在常乐村 村民们被毒蛇咬了 根本用不着上医院 只要找到李恰出 请他念几句咒语 再涂点自制的蛇药 很快就会没事 哪怕咬人的是眼镜蛇 五步蛇这样的剧毒蛇 也不会有性命之忧 这件事在当地可谓家喻户晓 我们都知道 蛇非常有灵性 但是能念几句咒 画几个圈圈就把蛇招来 还能救人性命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前来探访的人都以为这是假的 但村民们却都信誓旦旦 称此事真实不虚 就在记者半信半疑之时 一个村民砍柴时被蛇咬了 于是发生了之前的那一幕 李下初见被咬村民昏迷不醒 性命垂危 赶忙点上蜡烛 摆好供品 闭上眼睛开始念咒 念完咒语 他把早已准备好的黄纸烧了 随后 他突然走到家里的佛刊下 往里一抓 手里就多了一条大花蛇 他说这是招蛇术的第一步 而手里的这条蛇是蛇神菩萨的使者 只有得到蛇神菩萨的许可 才能进行下一步 说完 他把耳朵凑到蛇身边 过了好一会儿 他说自己已经得到蛇神菩萨的批准 可以上山招蛇了 只见他在山脚处找了几根草 打成结 嘴里阵阵有词 手上画着圈 这是他的另一个绝活 锁蛇术 这么一画 毒蛇就不会出来 然后他们走到村民被咬的地方 李夏初立刻掏出准备好的香烛 一一点着 又开始念咒 念完后 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画了一个圆圈 在圈里打坐 等毒蛇到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后他们竟真的等来了毒蛇 而李夏初从蛇嘴里 取出了液体 就把蛇放下了 下山之后 他把蛇嘴里的液体 混到自己配的蛇药里 涂到村民的牲口上 很快 村民清醒了过来 没出三天 他却健健康康的下地干活了 很多专家得知这件事后 纷纷表示 无法用科学解释 但佛法早已揭秘了 此事的真相 蛇非常有灵性 蛇本是小龙 早在2500多年前 曾救过佛陀 在《佛本行集经》 卷31 有部《必奈》 《耶破森士》 卷武在有说 佛从菩提树下起 往牟之灵 陀龙王池边 坐以树下思维 十七日红语布置 某之灵陀龙王乃出 一身绕佛七杂 引头赴佛头上 守护佛陀 使不受诛恼乱 而李夏初招来 蛇神菩萨的知识 蛇神菩萨允许后 他才得以招来 毒蛇救人性命 人们都以为蛇非常冷血 恶毒 其实并不是 就像当初 蛇也曾救过世家牟尼佛 宣化上人曾开始说 你如果看到天上现真龙 会害怕吗 不会 你会很欢喜 但是 为何会看到蛇害怕呢 其实龙是蛇化的 蛇也是龙变的 的确 蛇是长寿 权势 高贵 伟大的象征 又是幸运 吉祥 成功的标志 如果你能有缘见到蛇 请千万不要伤害它 被毒蛇咬 或许是因果所致 村民需要消除障碍 能备理下 诸和蛇神菩萨救活 是村民的福报 预示着它 命不该绝 躲过了此次生死结 它的人生会更加的顺利 幸福 或许有人会质疑 这是迷信 但这真的是迷信吗 也许这都是佛菩萨 特意安排的 为了让世人深信因果 积德行善 对一切众生都以慈悲心对待 一定要相信佛菩萨 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 度化我们成就正果 要切记 夜果通三世 善恶必有报 希望您在看完本期内容后 能发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共同存好心 做好事 为自己和家人种下善根福田 积攒无量功德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先讲到这儿 如果您还有其他想知道的密事趣事 就赶紧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吧 如果您喜欢 就赶紧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